地板不好了 這間廈門實驗室位於古亭捷運站附近 四房一廳預計會再增加兩個房間 這裡特別的地方是說硬體的部分會由房東的團隊負責處理 所以我們自己只是處理他們硬體完成之後的軟裝 那現在硬裝也就是天地、壁、油氣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要開始進場處理一些燈具和其他軟裝的部分 沒有什麼太難的啦,就是這邊都是裝個燈 那它有個地方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邊怎麼每個都有裝一個那個無線遙控的那個 對對對,我現在找那個開關給你看 你很敏感的,你看 對啊,對對對,哦它這樣搞 因為它這個是可以遙控的嘛 所以這個之後可能就是要准在這裡 門的旁邊這樣子 它就是用了一年之後要把它換電池 打開來看 它最後一個問題啦 那控制器要把它藏起來 要嘛是如果你主燈的那個鎖上去它裡面夠深的話 把它放了就好 那等一下等燈來了 對啊,如果不夠深的話是可以放外面的啦 那就等燈來才會知道 客廳的部分會走回落燈 然後房間都是以一顆主燈為主 真的沒有什麼太難的工程需要做 就是安裝一下那個什麼窗簾桿啊 小東西 裝一下燈啊這種 對啊,看起來其實都還好 然後可以給你們看一下外面 就是這個房間它是有個陽台的 然後呢這邊已經拉好電跟水 所以就是這邊還會放一個洗衣機 然後這邊要換一個閉燈 然後我在想這麼大的空間一個閉燈夠不夠 當然不夠啊,那邊還要再一個 對齁,再一個嘛 所以我可能兩顆桶燈好了 那我閉燈的電就閉燈拆掉 然後把閉燈的電拿去拉桶燈 對齁,你可以直接換桶燈 然後電桶這邊上去就好啊 嗯,好 這沒問題嘛 好 那這邊的話就也是很簡單 裝換燈 裝鏡子 嗯哼 這邊我們剛才心有來先看過 對啊 覺得非常的特殊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我有一個想法 因為如果你全部換這個貼皮 其實這個也沒辦法用油漆的 因為漆根上不了鏡子 對啊對啊 貼皮又太貴 然後我之前就想說 那乾脆要不要就直接把門片拆掉 然後變成鏈子 可是然後我有在想 因為他這個 你看他這個區域其實很大 不只是這邊 還有這邊那麼大一面 然後如果全部都是布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就比 最起碼比現在好 最起碼比現在好 你現在這個 所以說我那時候才跟Robin這樣見 他就說 如果可以把門留著 五金也留著的話 其實應該是可以換過 對啊,因為你認真要講 你這個要上漆應該還是可 而且你看這邊都缺 你拿相識側去補 其實多多少還是有色差 對啊 然後這個漆一定上去 如果直接換窗也是最簡單的 我覺得如果改了這個 這間會進步很多 然後我這邊的話 他這邊有兩個燈 這邊我會裝兩個小的單燈 然後這邊就是看要兩個主燈還是軌道燈 因為我在想他們其實 他照的範圍就只有這邊 所以我覺得應該挑三顆到四顆燈的主燈 就差不多了吧 這邊可能要四個喔 這個區域 四個會比較亮 然後就四個四個這樣 這個房間很大 我還有一個疑問 這是看使用者體驗 就是我床大概會擺在這裡 還可以擺這兒啊 我那時候覺得擺這兒有點奇怪 就是我覺得當初他設計好像就是要擺這兒 因為擺這兒的話 你鏡子一定要翻掉 對我那時候想說 不然你看你一起床 我左看我都有人陪 床擺這兒是最好的啦 我覺得床擺這兒是最好的 就是首先這個要先把它翻掉的話 好那我就把這個翻掉 不然我睡醒看 你看看左邊看看右邊 以前的人到底是什麼睡的真的很難 真的有點可怕 然後裡面的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我會去找一個適合的那個臉盆 可能就是靜櫃的部分就是我們裝 然後還換一個這個上面的燈 然後之後目前好像有規劃說 要做一個很像那種防水的那種門之類的 什麼乾式分離 對乾式分離的空間 這樣子我覺得這個就可以直接把它拆掉 然後做簾子 但是我不確定這個 這個不可以承受那麼多的重量 喔這個齁 很薄對不對 嘿 要找它的那個腳料 我有一個想法你聽聽看 這邊沒有側 為什麼裡面有 你等一下看啊 就是一種乾燥的 那不知道是什麼 平衡性的東西 嗯 或是定在這個 這上面那個木頭上可以嗎 喔 可以吧 對啊 所以到時候這個全部都拆嘛 這個門 我覺得全都拆掉了 是喔 因為這個門其實老實說 這一面做那個簾子 比那一面做那個簾子更合理一點 喔這個好看 就很像那種衣帽間那種 對… 對… 老實講啊這個喔 不裝… 我都覺得還滿合理的啦 我都覺得還滿合理的啦 對啊 這不裝門都很合理啊 真的嗎 我覺得還好 你有沒有看到那種開放式那種嗎 其實我… 對啊 可是這個差太多了吧 這個裡面就是那種低配版的貴婦啊 有點差太多了吧 我覺得也不差 不然不然你們先把它拆掉 然後我再來看 我覺得這邊拆掉的時候 我覺得還挺神似的耶 那然後這邊還要再上漆這樣是不是 先拆 先拆 好 好然後繼續往這邊走 然後反正這邊是一個燈嘛 然後應該這邊有個浴室 那個燈可以不用把它收起來 就那邊 然後還有個鏡子 然後這邊會放一個洗衣擠這樣子 但是墊也有了 水也有了 然後他已經加了這個排水 沒有什麼大事情 那怎麼大 但是這邊它很大 這邊是一種邊做 然後就很多 然後就很多問題出來 那種 不會啦 誰知道 對啊 這哇好重喔 它灌不是很起來了嗎 欸為什麼灌不起來啊 欸欸欸欸欸 你馬上就發現第一個問題 屎大廣 剛剛才玩心忍牛心 喔喔喔喔喔喔我 沒有catch到 1 過來了 7號你決定做.... 是我決定做的 是我就是 받고 我們用了其他的預算 然後因為我覺得 如果真的不做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想說 把其他的裝飾的預算拿出來用 也有問過他啊 他都可不得 因為我跟他講說 找預算過一遍 他一定覺得不錯 老闆請坐 他這裡就是撞一片鏡子那一種 撞一片鏡子那一種 五十公分就到這邊了 我覺得你做一片玻璃就好 一片玻璃 對對對一片玻璃 那你上這邊可以放的東西啊 嗯 裡面你看 這邊可能要超 對 因為這個出色可以放的可能 好我回去看一下 一片玻璃 一片玻璃 打擾 enfin 雷 不得了 垂下 我只有一個 什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